字幕提供 我是YUNIORAN 我今天要來做的是 湯匙餅乾 我在網路上有看到 這個很可愛的 小湯匙餅乾 所以我今天也要來做 做看 材料就只需要 雙餅粉奶油 蜂蜜就可以做出來了 我要來試試看是不是 真的 先倒入融化好的奶油 35克 再加進蜂蜜 這個蜂蜜兩匙半 是這個大湯匙 把它輕輕地拌一拌 攪拌好之後 加進150克的雙餅粉 一邊切 一邊拌 旁邊都要刮進來 蜂蜜蛋糕的味道 切 刀刀刀刀 如果它都沒有白白的 就用手把捏 把它擠起來 捏成一塊 捏成像這樣 好讚 捏成像鞋子 對喲 對喲 我們把它放在保鮮膜上面 稍微壓一下 包起來 包起來 放到冷藏三十分鐘 夠 放到冷藏三分鐘 拜拜 放起來 等待時間我們先來做湯匙模型 免洗盒 把它切長條 這時候早在店的早在盒子 或是你要用牛奶盒子也可以 這個是親子料理 所以可以請大人幫忙 這樣子兩條 一條折成這樣 另外一條 用定速機定下去 這個是在內側 凹一下 這邊邊也凹一下 我們要定一下 定 我們用透明膠帶 一黏它就會像囉 握餅這個地方 把它黏起來 再轉一下形狀 這樣子湯匙餅的模型 就完成了 好像預熱180度 時間到了 我們把餅乾麵團拿出來囉 Let's go 定硬的了 再放上一個保鮮膜 再放上一個保鮮膜 再擀平 1 1 擀 像這樣擀到3mm或5mm的厚度 把它打開來 啊 從這邊 那邊 一下 啊怎麼已經就出來了 放到口盤上 沒位置了都對 我們才把它揉起來 然後再鋪平再用一次 然後擀平之後 就可以再用了 要吸管在下面蒸凍 像這樣沾一個洞洞 這樣就可以放進去烤了 加有這種字的印章 可以印 不要印也可以 印 哇好可愛唷 我們把餅乾放進去 我們把餅乾放進去 拉到10分鐘 倒立 我們等的時間 先來做巧克力餅 巧克力餅 巧克力餅的做法 就是 你可以割水加熱 或是微波加熱 我們覺得微波加熱比較快 所以叫微波加熱 一個 兩個 關起 一 好離開 把一半的白巧克力 倒到袋子 太燙要請大人幫忙 大人也要小心 裝進去之後 把它綁起來 好像不用剪開 要用的時候再剪開 這個我們想要做粉色的 所以一點點使用 色素 裡面也可以不加 只要一滴滴就好 不然會變桃紅 這個也一樣 倒到另外一個 生巧形袋子裡 這個也一樣 倒到另外一個 生明智袋 開始噴了 燈烤好了 嗯 我們不要讓它烤太焦 從板子裡把它丟 丟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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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拉下來 把它放涼先 餅乾已經冷掉了 這個是剛剛做好的巧克力比 我們現在要來裝飾喔 你們也可以這樣子直接就完成 想要裝飾的人 可以買一些像這樣痘痘類的 也可以不加巧克力醬 這樣就完成 我今天教你們怎麼裝飾 一些也不用裝飾 這個是妞妞跟媽媽畫的巧克力 生妞妞 然後撒是媽媽 這個 這個 很多都是我做的 我覺得可愛 妹妹現在要來吃吃看 要吃哪一個呢 吃比較空的 大隻的 你看我撈上去了 嗯 嗯 為什麼湯匙可以吃 呵呵 你要想到這麼簡單的材料 就可以 做做看這個餅乾 只需要用生餅粉 奶油 蜂蜜 不用裝飾 你就不用準備上面那些材料 直接素麵的餅乾湯匙也可以 材料很簡單 你們可以在家做做看 餅乾很脆 呵呵呵 嗯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我們得讚 還沒有訂閱NiaNiaTV的人 記得要訂閱喔 記得按下小鈴鐺 才會收到新的影片通知 NiaNiaTV每天晚上7點更新影片 記得按下小鈴鐺 這裡有關鍊的影片可以看 掰掰 我們明天 見 掰掰